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对一个推友的一个回复 因为它很奇怪,中共突然在这个回归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么一个大前提下 提出来要开放,要扩大金融领域类的开放 他觉得很奇怪 他甚至想延伸这个话题 看看在中国现有的模式下,这种金融上的开放 可行吗? 或者说,中国整个金融体制 它围绕的核心是银行 中国的银行在整个中共统治的过程中,它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么银行的问题,它不取决于外资进来以后 储户的流失 而是取决于坏账的爆发 甚至有人说98年以后,中国的金融本质上它就已经破产了 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甚至也没有兴趣去理解数字上的问题 跟数字打交道的东西,我都是一概近而远之的 那么恰恰呢,金融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现代金融 大多数国人都不太清楚 那么既然有人问,我就查查资料 大而化之地聊两句 作为一个回答 这个回答应该来说是非专业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可以进行 进一步的阅读 可能比我来聊这个话题 更深刻 因为现代金融这个东西呢 从定义上来说 现代金融它不仅仅是银行 它包括了货币的发行与回笼 存款的吸收 与付出 比如说我们讲的吸储和放贷 那么它还涉及到经营 外汇的买卖 有价证据的发行和转让 保险 信托 国内国际的这个货币结算 涉及到这个金融活动的机构呢 主要有银行 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 证据公司 还有一些信用合作社 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经营和外汇交易所 那么金融开放的目的 其实呢 中国的这次金融开放 它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它的目的呢 也有两个 第一个 是中国一直有一个幻想 它们想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那它就必须要开放金融 那么拉进来 走出去 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它导致了 对金融上的开放 第二个呢 是被迫的 因为加入WTO的时候 它已经承诺了 它就必须要兑现 所以开放金融 尤其是今年提出来的 前所未有的 对金融业 对外开放的 释放的这么一个信号 这个力度 是相当大 有些人认为 2002年进入中国的 美国银行 就总部在 陆家嘴的这家 它是第一批 或者说第一个 进入中国的外资 其实事实还真不是这样 中国的金融呢 现代金融 它是以1948年 12月1号成立的 中国人民银行 为代表的一个标志 这是现代 中国金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发行统治的 这么一个接触 那么1949年 中共建政 有一些外资银行 它就没有离开过中国 比如说 扎打银行 它继续在上海 保留了营业部 那么90年代 就进入中国的 也有好几家 外资银行 其中 美国的 花旗银行 它是1995年 进入中国的 那么 金融这一块呢 现在 应该是有 八家 外资银行 在中国 正式的 全面展开业务 那么像德国的银行 日本的银行 新加坡的银行 在中国都有自己的业务 2006年 根据WTO的这个协议 中国呢 逐步开放了 对外资银行的一些限制 包括它的经营范围 今年已经是2018年 但是我们看到的外资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 并不是一帆风俊 它其中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中国对它的制约 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 开展自己的业务 也是比较为谁为谁 第二呢 是进入中国的 这些外资银行 他们自己也有 各式各样的顾虑 因为中国在外汇上的 不确定性 尤其是前几年 它根本就 与事实的这个汇率 它是不一致的 它存在一个汇差 而且这个汇差 相当大 曾经相当大 那么怎么办呢 外资银行 首选两个项目 第一 它为中国的国企 去融资 由政府担保的融资 你比如像德国银行 它为保钢 发起的这个融资 因为它所投入的这些银行资源 它由政府 中国政府来背书 所以呢 它能保障 银行的利益 这是他们愿意干的事 它要保障资本的安全 然后才能谈到 资本所获得的利益 第二个呢 就是以美国银行为代表 他们培训了一大批 中国的银行业的从业员工 就签署这种 一帮一一对红的这种 帮教 美国银行 它把建设银行的员工 带到美国去 在美国银行 在美国境内的 四千五百家分行里面 它去跟岗实习 然后它给你培训 中高层的金融管理人才 它让与它对接的建设银行 来复制美国银行的模式 这种案例 在中国 承诺对方 对外开放金融的过程中 一直存在 直到现在 那么银监会呢 公布了八家外资银行 在中国 他们对中国银监会提出申请 要求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分行 改制为法人银行 那么这八家银行是哪里呢 是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 扎打银行 东亚银行 恒生银行 日本 瑞汇实业银行 新加坡 新展银行 河南银行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钱分三种 一种是真钱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 西班牙金币 法国法浪 金法浪 英国的英镑 美国的美元 这些曾经在全球 起到过统治地位的这些货币 几乎是永久有效 那么第二种钱呢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叫假钱 你比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交子 是吧 宋朝就有 明朝的宝钞 国民政府时期发行的金元券 现在还有一个那个 像津巴布韦币之类的 据说一个亿 能买三个鸡蛋 就这一类的钞票 为什么说它是假钱呢 它随着政权的更迭 或者说国家经济的崩溃 它就跟朝职一样 贬值贬到 不忍目睹的 这么一个境地 中国人可能印象最深的是卢布 卢布在1991年的时候 苏联解体的时候 一卢布呢 相当于0.9美元 这可能是官方的汇率 那么事实的汇率 大概是0.625美元 那么你就是说 你是一个 用卢布资产来计算 如果你拥有一千万卢布的话 那么你就相当于 在美国的一个小块头的 一个千万富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达不到一千万美元 但是你相差也不大 仅仅十年以后 到两千年 一千万卢布 只相当于 三百五十美元 就是说 一个千万富翁 他就已经变得一贫如血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 所以很多人把这种钱 称之为叫假钱 因为你站不住 你没有信用 那么我们看到 现代社会 它出现了一种电子货币 最出名的是比特币 它的币值像过三车一样 但是它有好处 它可以帮你转移资产 因为它在短时间内 相当短的一个时间内 它的变化并不大 所以你可以在 任何一个 你觉得是动乱的地区 你把你的本币的 存款 购买成比特币 当你迅速地逃离 这个地区以后 你又可以通过交易 把它换算成 任何一个国家的 货币 你心中觉得美元 它最坚硬 那你可以把比特币当作美元计算 来把它卖 你其实就已经转移了你的资产 所以比特币呢 在中国 目前的处境 很微妙 很多人非常的关心 当然了 由之而来发行的一些 整个世界上大概有 4000种加密的数字货币 在被发行的 在35个国家 它是合法的 那么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在金融这个行业里 真正能够避之稳定 其实并不多 有一些国家看起来 曾经很强大 譬如我们知道的这个日本 它在广场协议之前 那么日本和德国 都是快速串升上来的 在发达国家 行业内 快速串升的经济体 日本曾经 超过苏联 成为全世界 仅次于美国的 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 日元和德元 德国的马克 都被迫地升职 我们看到在日本 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20年的 经济成绩期 到目前为止 日本也没有恢复 当年在经济上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在自身经济获得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经济 与它自身的整体 实力 应该是相配套的 无论是当时的日本 还是当时的德国 西德 它都存在美国的驻军 这就是广场协议 被签署 被履行的 背后的实力 那么中国呢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寻求 对世界经济问题的 中国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 我们知道 它是由习近平提出来 他想走一条 属于他自己的 创新的道路 很可惜 他找不到 找不到以后呢 宣传口已经 把他抬起来了 他吞不下架子 所以他就出了一些歪着 从人民币 与这个美元脱钩 进行一揽着 一揽着这个 货币跟踪的这个方式 然后人民与国际化 就变为了一种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金融系统里面 它存在着三套班底 第一套是代向龙系统 这个系统 在他之前 曾经有过一个 这个 中级下属的一个经济上的干产 当然呢 他很快就被中级委抓了 抓了以后没办法 把江泽民系统的这个代向龙就上了 他这套人马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一线 以去年以代向龙的旅须被抓 为一个分界线 他们几乎已经脱离了中国的经济 掌控这么一个异性 那么第二套人马 就是我们知道的周小川系的人物 周小川去年也说了一句实话 70岁 他又要下岗 还届 他说中国极有可能 要遭遇到瓶斯吉时的 这句话说了 你不管他是用 什么样的原因 促使他说了这句话 其实他说的是句真话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重视他 因为他是属于 即将要被淘汰的一代 现在新上任的 经济界的主导人 都是曾经留学过美国 有龙行背景的 中龙姓 龙行 合作社 龙商行 这么一条线 他的领军人物是王岐山 中龙姓在中国 在银行界 在金融系统内 他是一个丑闻 在这个丑闻爆发之前 王岐山就调离了 所以探讨中国金融问题 尤其是现在的 正在当权 正在主政的 这么一帮经济官员 你就跳不开 王岐山这么一个人 那么对外开放金融市场 是不是能解决目前中国的金融困境 有可能 但是很难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作为一家外资银行 他要进入中国 他按照中国现在给他开放的 可以进行 本币的交易 也就是人民币的储蓄和方贷 那么他就必将需要大量人民币资本 那么打个比方 一家大的 国际知名的银行 他投入中国市场 2000亿美金 他就必须要把这2000亿美金 价值2000亿美金的资产 兑换成人民币资产 无形中他就促使了 中共外汇数额的增加 但是他很难规避掉 人民币快速贬值的这么一个风险 因为他不知道 中国经济在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 大家都知道他会出现问题 中国金融他存在一个黑洞 这个黑洞最明显的就是隆行系 那么隆行呢 曾经把坏账全部留在隆行 分出去一个信用社 这个信用社没搞几年 也是坏账频发 最后实在没辙 中央政府呢 就开了一个银行系统的改革 成立 县级 独立核算 这种叫农村商业 叫农商 按理说 坏账都已经剥离了两回了 你就应该好好干 其实龙商行没搞几年 就出现了有一些 个别地区的龙商行 它的坏账率达到了28% 这么一个素质 怎么怎么办 没办 银行系统可能是中国 率先执行 终身追诉的 追责的 这么一个体系 就你放出去的这个贷款 你这个行长放出去的这个贷款 在任何情况下收不回来了 它最终都要早里算到 不管你掉到哪去了 你是升官了 你还是脱离了 最后你都要去负这个责任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法律界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审判 这个追诉制 其实在银行系统 它是率先执行的 金融的黑洞相当大 迟早有一天会爆发 因为你这个东西按捺不住 你要跟国际资本对接 外资银行进入 如果他们真的 要去介入到人民币资产 存储 汇兑 放败 那么它必将 要引发 中国本土土 中国本土原有的金融贵度 否则整个金融市场 你不能规范 中国是一个有法不义的国家 它其实是没规则 金融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讲究规则 你即便开放市场 人家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你比如地基市 他有几个贪官 他的钱要想存进 外资银行 那么他可以异地存取 是吧 他在中国把钱存了 然后他退休了 退休完了 他在中国的银行 没有什么存款 他退休了 他出国了 定居了以后 他从外资的银行 拿回他的存在外资银行 账户上的资金 他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了资产的转移呢 其实很少 我相信没有一定的实力 没有相当的背景 没有一个中国官员 敢把自己的非法所得 存进外资银行 即便所有的官员 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 存入了外资的银行 他们也会出现一个汇兑的问题 因为中国发行的天量的人民币线钞 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社会财富 来兑换他 他会引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所以我相信短期内 开放金融市场 尤其是在银行业内 这种开放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说某一个国际性的财团 有可能介入到人民币的资产中 去解决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我相信目前没有一个财团 甚至国家 有这个胆量来尝试 解开人民币的黑洞问题 那么这种金融开放 它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任何结果 它还是在划备 它给了你一条通道 看似金光大道 但是没有人敢去踏足 也没有相当的这种实力 来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你如果凭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 你陷进这个纠纷 它就会导致你大量的 外来资本的 进入一个漩涡 中国目前的金融黑洞 它会吞噬一切外来资本 所以呢 这种新闻看一看就行了 不要拿它当回事 因为它即便说 你也没有一个人敢做 在一个没有规则 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 它即便开放你敢做吗 前两天有个例子 中国组装了一架飞机 从西藏飞出来 飞到一半窗户没了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新鲜 南京有一个这个 长安小客车的这个组装厂 重庆组装的长安小客车 它卖四万的时候 南京的只卖两万八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开着开着 车门会掉 那这个情况它还没解决 一直没解决 解决不了 同样的一条生产线 你的车开到报废 门都不会掉 它这个车 出厂不到半年 有可能门就掉 那你飞机 你掉一个窗户 那问题就大了 好不容易算跌跌趴趴 把这个飞机降落了 你能找到原因吗 你在任何一个环节 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怎么能确定 飞行的安全 金融行业内 其实也是这样 在一个四处都是陷阱 到处都是黑洞的 这么一个整体的金融环境下 幻想用外来的资本 帮助解决 根治 中国的金融问题 根本就是一处 天方夜谈 好吗 工程 出品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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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